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黄飞鸿之英雄有梦 这部电影也算是黄飞鸿系列的一部吧 讲述了黄飞鸿年轻时候的故事 电影不算是很出彩,但是很有独特性,辨识度 导演用一种可怕的镜讲述着那段神奇的故事 我们不能够评价到底谁演的黄飞鸿最好 但是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只能抓住经历背景,却成不了黄飞鸿 因此也不必用好坏来评价 这一个系列的每个人都演出了不一样的味道的黄飞鸿 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的是彭于燕版本的黄飞鸿 你要问我为什么,我只能说还不是因为彭于燕太好看 这部影片讲述的是青年时候的黄飞鸿 讲述了他如何成为一代伟人 黄飞鸿凭着一身武功一个好脑子 受到了雷公的重视,成为了黑虎帮的第四个老虎 说起黑虎帮的前三位,那可都是胡作非为之人 大虎无血不欢,二虎无财不欢,三虎无色不欢 而第四只老虎黄飞鸿则是一只扮作兔子吃老虎的人 这几只老虎控制着当时的社会 可见所有的人有多惨,也难怪黄飞鸿会起义 时事造英雄这句话是没有毛病的 当世界是一个受苦受难的时代 总会有一个英雄出现,带领人们走向幸福 比起其他的黄飞鸿,我更喜欢彭于燕版本的黄飞鸿 因为这个版本的黄飞鸿显得不再是那么的冷静 他有爱情,有友情,也会慌张,也会难过 这样有人性的风格才是我最爱的黄飞鸿 那黄飞鸿是个怎样的人呢? 他很重感情,从一开始就说到这是我和我兄弟的约定 他甚至因为赤火喜欢阿春,而选择远离阿春 他有情有义,在最危急的时候宁愿牺牲自己,也想保全朋友 在雷公掉下火海之时,拼命地拽住雷公 眼里的泪水就是他有情有义的体现 影片从故事的结尾开始讲起,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 时不时的差距让影片的剧情性更加清晰明了 仰观众不至于昏头晕脑 黄飞鸿的电影自然少不了打戏 导演运用了慢镜头蜡烛的衬托 让打斗显得激烈无比,震撼人心 这部剧的打戏有一个特点,快,很,准 没有矫情,没有拖泥带水,更没有华丽的技术操作 直接一击毙命,整齐的刀口,利落的刀法 给人带来一种危险感和压迫感 影片中最出彩的角色是杨颖出演的新兰 比起以前柔弱典雅温柔的角色 杨颖更加适合这种敢爱敢恨,狐媚的女子 大红唇让她整个人看起来都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连我这个女生都忍不住被迷惑,更何况男生呢 新兰是一个有胆有谋的女生 但是遇上了爱情的女人总是傻得奋不顾身 她爱黄飞红,可是她知道黄飞红喜欢阿春 所以新兰什么也没说,而是选择默默付出 甚至付出生命,只为得到黄飞红的心 这个角色真的很出彩,让人印象深刻 黄飞红最后一袭白衣站在高坡之上 着实玉树临风 在这场卧底行动中,她实现了自己和赤火的梦想 可是却失去了两个最重要的人 不知是福是祸悉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